鳥居富士山 五重塔富士山 童話富士山 日出富士山 最旅宿這次要帶給大家 滿滿的大富士山 從東京出發的詳細交通資訊 在熱門景點拍照打卡的公園 以及入住山腳下 豪華森林別墅的住宿推薦 要去富士山玩 趕快按讚收藏這支影片 還有訂閱分享最旅宿就對了 從東京要到富士山 主要有三種交通方式 可以租車或是購買JR東京廣域周遊券 如果像我們這次一樣 行程只有在富士山和口湖地區 則可以購買富士回遊券 比較要注意的是 它是全車子定期 所以預約非常重要 我的話是在JR東日本 也就是Ekineto的網站上面預約 其實還有其他方式 就是你可以現場購買跟KK Day 但是因為KK Day 它目前是全灰色 然後都不能購買的狀態 那不確定KK Day是現在還沒辦法買到 或者是你來現場去買票 可是就一週前在預約票的時候 其實發現已經幾乎沒有位置 如果你要現場來 就是會有一定的風險 可能沒有辦法買到車票的 那這個就要小心Ekineto的網站 雖然是全日文 可是蠻直覺 就是你登入以後 你就可以用信用卡結帳 再到我後面的這個機台 去選擇網路取票 就可以拿到車票了 就算不會日文 應該也可以用簡單的翻譯 去完成預約訂票這個動作 然後它這裡就有QR Code 電餅的Q 去城跟回城的都顯示在了 這裡我就直接按發券就可以了 拿完車票就準備出發啦 我們出站的列車出站 請問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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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小時多一點的車程 沿路吃吃火車便當 欣賞風景 就愜意的抵達富士山 河口湖站啦 來到這裡 可以購買河口湖 周遊巴士的票券 在兩天內 可以無限次數的 搭乘至富士山周遭景點 但是等巴士 時間可能會比較難掌控 所以我們這次 選擇用租車的方式 我們的車好像計程車 好 再見 環繞著富士山的河口湖地區 從每個角度望去 都能成為一幅幅美景 每個地方 也都有不同的玩法體驗 讓我們先從 最著名的景點之一 河口浅間神社搖擺所 開始介紹吧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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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沿路經過一條 非常非常非常小的山路 會車要小心一點 那停在一個小停車場以後 大概還要走約500公尺 可是已经很近了 因为如果没有开车上来的话 可能要走个一两公里吗 我不确定要走半小时 要进那个摇拜所之前 有一个小小的专用停车场 但是呢 因为这边只有六个停车位 所以基本上十点后来就是这样这样全满 开车上你就要心里准备 要么就是再往前一点停 不然就是上来碰碰运气这样 那我就上去啊 沿着山路抵达入口后 进入摄影区的费用是100元 进入好依序排队 每人有三分钟的时间可以拍摄 我们大概是9点10分到 然后已经有拍一些些人了 有可能更晚人会更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早一点点来 不然就是有可能排队要等很久 如果不想排队 光是走上山眼跳也能将富士美景尽收眼底 如果你真的不想排队的话呢 旁边的比较小小的站道 可以走到富士山的正前方 拍张富士山的超美照片 只是比较可惜就是没有这个摇拜手的鸟居这样 在另一座山头也有来到富士山必访的 新仓富士浅肩监盛盛 这个景点不用收费 但是要付出一点努力 对 从那边上去 上去吧 出吧 从这边开始算的话 它会写 398階楼梯 然后就是要排完这398階 才能看到那个风景 虽然有点考验体力 但是沿途风景也是很疗愈 那我们到的就是这个最有名的景观 然后我们等下再慢慢的等大家移动 我们再找最好的拍摄位置 因为人很多 你再过去一点一点 一点点好 好 等他们一块都拍得来 塔跟山在一定的距离之间还是会比较好看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拍完了嘛 所以我们就到旁边来看我后面的景 其实就是山跟塔分得很开 那你要拍到代表性的画面的话 就会有点困难 他们是24小时 基本上都开放游客进来 你要拍日出 要是拍什么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是想拍王美照 或是想要拍自己的大景的话 建议真的一早来 可能七八点 因为等位置其实真的要等蛮久的 那大轮流拍 会花上一点时间 想要在富士山热门景点 拍到最好的角度 或是在天气晴朗时 拍到著名景点 像是日出等等 我们会建议最好在富士山 安排至少三天两夜的行程 才可以早早出发避开人潮 或是避免多云 看不见山头的情况 我们这次就入住 距离河口湖开车只要10分钟 位于山脚下的豪华森林别墅 乐天Stay 富士河口湖之森 有整片落地窗 然后阳光洒进来真的是蛮漂亮的 比如说提前到达 还没有到check in 时间的时候 你可以坐在这边休息 那因为我们今天来的时候 已经超过三点了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直接check in 按中文翻题 然后入住手续这一个 拍摄你的身份证明文件 那我们就是拍护照 就跟去饭店check in 的流程是一样的 只是说就变成你 呃 只是就变成你自住室的这样 那我们check in 完了以后呢 就拿到了一组钥匙号码 然后我们就输入在这边 按下去 就可以啦 终于开了 我是不是说すみません 哦 对不起 重来一次 すみません 全关的灯 哇 好可爱的灯喔 这里是第一个房间 哇 很漂亮耶 而且有一个很新的木头味 哇 超大衣柜 你看 三个行李箱也完全没问题的尺寸 好大喔 我觉得很不错耶 它整个设计其实都蛮用心的 我们来看下一间 好棒喔 这什么超棒的客厅啊 超级挑高的 给你看 这是我们的私人庭院 然后外面是有桌子 哇 好舒服喔 这看过去的景观很棒 好 这边的话是洗脱空一体的 非常方便 大家就来这边住一个礼拜好了 后面这边呢 就算是它的整个的卫浴区 就是包含桑拿跟葱藻地方 那这边呢就是有一个门 我可以自己独享这个空间 再见 好了 好 去看二楼 好 去看二楼 二楼有什么呢 这个是楼上的房间 然后 它有富兰牙音响耶 你看 这个是小朋友区吧 这样很好耶 你带小孩就来日本玩的话 这样一间 然后小朋友又可以玩得开心 大人又住得舒服 我上去咯 咦 然后这上面也有插座 虽然是不能站直 但小朋友应该是很够用的 你看 大家可以不用就是想说 咦 只有宜兰这种地方能包洞吗 没有 你来日本 来富士山也可以包洞 我们来看看二楼的卫浴吧 哦 是露天风雨 你在泡汤就是 享受外面的虫鸣鸟叫耶 泡完再去楼下做个桑拿 这就是度假型包洞 哦 这个冰箱摸起来手感超棒的 然后容量也超纸大 会需要煮饭啊 或者是很多朋友一起住的地方 这种大的分类垃圾桶真的很方便 哎 这个是烤箱微波炉一体的哦 这个本级很高耶 相应的 那叫什么 电饭锅吗 没在煮饭的人 是吗 电锅啦 电锅 电子锅 它整个琉璃台的质感很好 而且是开放式的厨房 不会因为有人弄什么东西 然后就没有办法跟在客厅的朋友聊天 看会是怎么样 有隔了 有一个非常大的圆木餐桌 大家一起吃饭啊喝酒啊什么的 今天就是老样子最好准备的寿喜燒 那就直接开始吃咯 我觉得这样子的住宿体验啊 是真的住一般的饭店或者是民宿 是很难很难比拟的 重点是我觉得价格其实也不算贵 因为这一整洞它就是算一洞的价格嘛 那它是可以住到十个人 它都有两间沐浴跟两间厕所 所以使用起来压力也不会太大 费用五万五日币一整洞吧 等于平分下来一个人大概是一千出头 其实以包洞来说我真的觉得不算贵的金额 地理位置也很重要 因为很多包洞你可能会以为是在 什么深山老林里或者是什么很偏僻的地方 但是没有 它从这边到富士山的市区是十分钟左右 特别来这边住 可以享受这样一整洞自己的小别墅 再加上这么棒的户外景观 晚上可以跟朋友在外面看星星聊天 早上可以沐浴的阳光在这边吃早餐 哇 我觉得这根本就是度假中的度假 非常非常好的享受 不错 四周环绕着森林暖洋 一早充饱满满的能量后 继续我们在富士山的行程吧 从这边开始排要30分钟 大家要记得多留一点时间 好 走开 缆车缓缓上升 带我们到了观景平台标高约1075公尺的天上公园 因为这个景点是以日本童话故事 兔子与狸猫为背景 因此平台上有着许多与故事相关的艺术装置 趁着富士山 随便一拍都是有趣的照片 在山丘的高处 还有一座绝景秋千 因为是很热门的拍摄点 记得要提早买票喔 我说现在买了也要等40分钟 是喔 想说不然不等 他 在这里 在这里 可以 可以 我是 我是 我是蛋秋千小天才 我爱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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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走前 可以到狸猫茶屋 買点富士山的伴手礼或小点心 好 就买一个这个 1 好 就这样 从天上公园下山后 旁边就是另一处必游的景点 天晴游览船 在缆车的地方走过来大概步行两三分钟的距离吧 搭缆车的时候也可以直接选择买缆车跟游览船的套票 游览船一趟是20分钟其实也蛮快的 可以跟缆车排在一起做一个顺游 船来了 天晴游览船外观是仿照日本战国时代的战船 木造的船身和船上的各种旗帜道具 活有出征的气氛 可以发现 要怎么打 让我们随着山边美妙的鼓声 开始往河口湖中央前进 随着水波缓缓移动的富士山 仿佛是湖面上的另一座岛屿 除了在船上欣赏富士山一览无疑的美 也有在花丛古景间 能拍出层次感之美的景点 大石公园 那我们现在是在大石公园 这个公园其实也是一个很棒的拍富士山的景点 因为它在这边都会种植四季花卉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花当成前景 然后往后拍这个富士山 那人可以在花间的小道 或是植物间的小道散步 我就想站在这 拍出来会是一张非常有层次感的好照片喔 富士山的溶雪流经地下熔岩层 灌溉着周遭的土壤 在山脚下 有一处被泳泉包围的古老村落 人野八海 进去看看 走吧 进入园区后 可以依循着地图 开始探索八座泳池的独特之美 听说在200年前是一个很卓的池子 有一个僧侣来 然后要水要不到 它就让这个水变卓 但是现在已经变干净了 然后就变成这样 可以看到超多余的清澈水池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传说 它上面说呢 这个泳池是人野八海里面代表性的池 它里面有水中洞窟 然后泳水量非常丰富 在1983年 NASA的一个想要在宇宙里面做出人工学的实验 就是特别用了这个池子的水 那就是特别拿这个水去宇宙中实验 好像很厉害 净池为什么会叫净池呢 是因为它在水里面扑进来 可以造出我后面的富士障碍 其实是有一个典故就是 这个净池是可以造出善恶的池 所以以前这个村里面 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就会请当事人来造这个池子 如果造出来很清澈的话 就是好人 造出来很多是坏人 难道我是坏人 好多的 好坏 在仁野村里的每座泳池 有各自独特的自然景观外 也都有背后的历史或神话故事 为整个村落附上一层神秘色彩 除了日式传统村落 在富士山下 也有另外一处 仿佛欧洲童话故事中的小镇 一进到馆内 次周就想起了交响乐意 好看喔 而且刚刚那天鹅游出来 我还以为那天鹅是机器人耶 最好这么刚好一喷水它就游出来 库丽丝 河口湖音乐盒之森美术馆 是一座以大型古董音乐盒为主题 结合音乐与艺术的美术馆 刚刚有介绍它是 一百年历史左右的自动演奏风情 然后是日本现存这种古老中的 规模最大的一个 整个都做得非常细致 然后真的会随着演奏 会动的小人 两侧墙壁也都是 整个展演厅的规模 我都觉得非常的细致 非常的棒 十分钟的小表演 真的很值得来看一下 除了可以欣赏音乐表演 和体验互动装之外 也能用门票兑换的餐券 喝喝下午茶 平日来人们有很多 然后逛起来很舒服 想拍的地方想拍的照 几乎都拍得到 好棒喔 館内错落着彩色欧式小屋 与四季花卉 每一个角度都能与富士山 共会一张风景油画 富士山还有一种经典拍法 就是从街景延伸的角度 富士山 这个地方 从富士山站溢出来 就会马上看到这个大鸟居 然后Google的话 就是搜寻金鸟居就可以了 这边它就是可以看到鸟居 把富士山框在里面 然后其实它这个就是 等于从这边进去就是富士山的区域 因为富士山可能在当地人 心里是一个很神圣的存在 大家就可以在这边拍一个 很像你要走进去富士山的感觉 但是呢一定要记得 千万不可以在马路上拍照喔 旁边人行道才是比较安全 那因为现在现场都会有一些宣导的文宣 如果你刚好有来富士山站 经过拍拍照看一看就好 因为其实啊 其他离富士山更近的地方 都有很多很不错的角度 或者是地点可以拍到更美更近的富士山 真的没有必要就是在这边 跑到马路正中间再拍这一张 等一下还有另外一个 大家常常会在街道上面看到的富士山照片 我们再去看看 那个街道到底有没有大家说那么值得 这边的话我就是觉得还好有经过再来就好 那我们刚刚呢开车经过了 非常多人在那边拍照的街道 大家应该都知道是哪一条 但是我觉得这其实一整条 都可以看到非常完美的富士山 大家没有必要一定要在那边 过马路啊很危险 因为刚刚其实还是有人 停留在斑马线上面拍照 当地政府有拍了两个交警 管理交通秩序 因为前阵子他们有在网路上 特别讲说请游客不要再这样做 那大家可以选择其他安全的地方 也可以拍到很漂亮的富士山 那我们就是把这条道路的风景拍给大家看 其实你们可以在这条路上面 选适合到达或者是喜欢的景象 其实都可以拍得很漂亮 不一定要在那边啊 你看我们连车都没下 经过就好了 但是经过了三次 在富士山的这些景点 大饱眼福后 也来点富士山造型的甜点美食 饱饱味吧 富士蛋糕 好 它有这种小的 然后也有这种大的 还有小的这种也很可爱 这小的一种 不管是当地人还是观光客 都推荐这一间 好像是有获得富士山甜点大嫂 这个蛋糕它可以放三天 所以如果最后一天回国前买 是可以带的回去的 就你就手提行李上飞机 等一下我会收 好 有点像那个台湾的古早味蛋糕 你知道吗 松软之间带有一天天的水分 然后吃起来甜度也刚好 算是好看又好吃的蛋糕耶 不过戚风蛋糕 你知道有些蛋糕中间 会放奶油的吗 要是里面会流出奶油 要求很多 里面应该有一些火山灰之类的用 但是这样已经很好吃了啦 吃掉一个山坡是没有问题的 造型漂亮又美味的甜点 还有这一家 大家有预算可以吃这个 这间甜点店位于河口湖的商场内 如果不幸遇到下雨天 也可以来这里吃吃逛逛 富士山布丁 这边外面有一个很可爱的桌椅 然后旁边还有这四只站起来的猫 三种布丁我都买了 好可爱喔 好香喔 是那种很香的 很香的鸡蛋味耶 好好吃啊 它的层次很丰富耶 最上面是生奶油 吃进去的时候会先吃到奶油的香气 它的鸡蛋布丁是被裹在里面的 所以你吃一吃吃一吃 然后慢慢的鸡蛋的味道会透出来 然后超级香超级好吃的味道 然后最后才是那个底下焦糖 尾巴的甜甜的味道这样 我觉得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好来吃吃看这个 我好像 我感觉我在吃牛奶快的感觉耶 超级奶超级香的 这个牛奶的香气整个是 哇 散开 要来加点吃吃看 它焦糖苦味做的好棒喔 焦糖的微苦 是有一个把甜提到另外一个层次的苦耶 它整个调味都调得非常棒 本身是不喜欢吃烤布丁的 因为总觉得苦味太多 甜又调得很死甜 有点腻口 但是呢 这个超神奇 超好吃 焦糖不甜 可是也不会让你吃到觉得苦 整个鸡蛋体啊 的蛋香真的超香 香草的颗粒甚至让你吃得到 这个布丁 好有水准啊 真的啦 除了造型甜点外 也绝对不要错过 富士吉田的香土料理 吉田乌龙面 我做这个 这个它很像台湾小吃店的那个 点单方式 好便宜喔 它一碗乌龙面 搬的大小才650块 吉田乌龙面 使用大量的水煮高丽菜 马肉 还有醉剧特征 超级有嚼劲的乌龙面体 据说第一次吃到吉田乌龙面的人 都会被这独特的口感吓一跳 好 可以吗 我来吃吃看传说中的乌龙面 确实非常有嚼劲耶 很像刀销面的口感 蛮合我的胃口的 我要咬一口富士山喔 要咬啰 这天坡炸的好酥喔 我觉得非常划算 因为这样一大碗只要750 这看起来这么大碗 但其实我们是点中碗耶 店家有给这个味噌跟辣椒 然后是可以让你加在汤里去使用 桌上有味噌酱 以及店家特制的辣椒粉 加进汤头 配上筋道口感十足的面条 更有层次 富士山别致撞货的景观 以及河口湖相邻间闲市的气氛 真的是来日本旅游的首选之一 我们也会在之后的影片中 分享来富士山旅游的三间住宿 评比推荐 这个仓库就是可以看到富士山 湖景山鼓鼓 所以你收藏这支影片了吗 赶快按赞订阅分享最旅速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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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正面 谢谢观看 titڈ温格